這個我很熟悉的 這個背 這個感覺我們在新傳媒大廈七樓場會看到 先聽聽他的聲音 DJ的聲音 你的夢想有多大 你的成就 你的世界就有多大 在星光路上 只要你努力 堅持 不放棄 我相信得獎這種事 是指日可待 就跟他的那個 也好有廣播員的感覺 我告訴你 全新加坡只有他 能夠這樣講話 歡迎他走出我們的星光隧道 歡迎 要非常恭喜陳建兵 建兵大哥 來啦 恭喜恭喜 最幽默的 最風趣的 最知性的陳建兵 我們歡迎建兵大哥來到我們的中間 恭喜建兵大哥 謝謝 謝謝 兵哥 今年入圍的感受如何 我幹了四十多年 去年第一次得到十大 第一次去年 所以我希望 今年大家不要讓我失望 讓我繼續進入十大 是 可能得一年就中斷了嘛 對 而且去年是你的豐收年 就除了上台有這個最受歡迎之外 最佳電台獎 也是你們 不然這樣子我們說好了啦 OK 建兵哥 不然我們今年呢 就投你拿第二座的最受歡迎獎項 然後電台你可以讓給我們嗎 對 我們 可以 電台可以喊 這有黑箱作業 沒有沒有黑箱 就是說我們先跟評審喊一下話啦 對 你們就自動的棄權 對 這樣的話評審就可以先掠過你們 然後聽我們的作品 第一次是要我做遇見蝗蟲的二五仔 我出賣我的團隊 這可能要問一下其他三位 然後拿到我第二個男時大的榮譽 聽起來蠻好的啊 我是這樣的人嗎 好像是沒有啦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讓建兵大哥呢 今年再次上台領他的第二座 真的這個東西呢不能掉下來對不對 第一座已經拿了 應該秩序的每一年都給他拿 因為我領了第二座呢 我就快上神台了 還差八座而已喔 對不對 才差八座 對 很快就上神台了 對 跟林惠玲一樣快 好 我們敬起期待 謝謝建兵大哥 謝謝 謝謝建兵大哥